可以做出这边总共会有四个按钮的话 假如说这是一道题目 我就给你档案 然后请你帮我把这四个按钮能够做出结果 请各位这四个按钮都是针对H栏的这个范围做动作 比如说按下第一个按钮的话 第一个按钮我希望就是把这边的公式直接就套到这边 帮我自动完成在这个范围 OK那这个应该不难写吧 因为我刚刚讲的for i 等于2到7 然后sales id 的H栏等于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如果双银号就取代两个 然后如果里面有i的话 这个i指的是什么 你游标这个一到下一个会改变的 那就是1 2 3 就OK了 再来的话清除就是把里面后面等于空字串 有没有就这个 或者是说另外一种写法 如果你不要跑回圈清除的话 还有刚刚我讲过嘛 你H2 冒号什么 H7 等于空的可不可以 可以啊没有问题 那当然呢 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用range 比较快 用range 它是一个范围一次清除 那如果你用sales的话 是一个储存隔 一个储存隔 慢慢把你清除 那当然如果你资料量不大不大的话 你感觉不出来差异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很大的工作表 你如果用了回圈慢慢有一个清除 你会发现哇 它最后会变得有点慢动作 还让你看到它在清除 那如果你用range 的话 完全感觉不出来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希望让城市跑快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要斟酌一下 什么时候用range 什么时候用sales 这个大家跟各位 再来的话我希望 写这个可能比较简单 这个可能稍微麻烦一点就是 合格不合格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里并不是给一个公式 而是给一个结果 然后再来就成绩多重 也是给一个结果 不是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这个公式 所以可能这边这两个 是比较困难一点点 但是该怎么做 一样我们还是按照标准化动作 反正你以后就记得 一做什么 二做什么 三做什么 反正以后起来起去 都是固定的动作 怎么做 所以以后 如果你今天希望有个功能 你就先思考一下 我可能会有四个按钮 那我该怎么做呢 第一步 一样嘛 开发人员 找到visual basic 第二步 第二步的话呢 当然理论上 我这边是写好的 我先把它全部清空好了 OK 我就重来好了 移除掉 理论上你打开应该长这样 它一定是一个VBA project 对应到这个档名 有没有 这个档名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是这些东西 它的物件就是 this workbook 就是这个工作部 里面的话 如果有几个工作表 就有几个工作表的物件 程式不是写在这里面 之前我遇过的同学 看到这边就点两下 看到白色就写程式 写了之后 有些时候可以执行 有些时候就会出错 那所以我建议的话 你不要没事就打开 因为记得要写哪里 按右键怎么样 插入什么 模组 所以第一步就开启visual basic 第二步呢 就插入模组 那第三步就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上面按钮名称打在这里 叫做sub开头 那第一个按钮叫什么 成绩公式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名称 后面加一个空白 然后把那个名称把它输入上去 再enter就可以了 后面它会自动产生 所以你就打成绩底线公式 然后呢 这样就把它这个直接 enter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帮你加那个头跟尾 那按个tab 再来就是针对你要做的事情 看一下 我要做的事情是 从哪个范围啊 范围就是2到7嘛 所以你就代公式 什么 for i 等于2到7 enter两下打一个nets 然后呢 要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sales 出称格 哪一个呢 第i列 列都固定是i 豆点哪一栏呢 h 所以你就这边打双引号h 然后里面输入什么东西 等于空的 先打 然后 建议是把这一段程式复制贴上 这边改成清除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这个写法 等于是清除 这样子 那只是后面东西要加什么 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 带过来这里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边 复制一下 取消 记得这边按取消 然后呢 再切到那个什么呢 记事本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个 我们的附属应用程式里面的那个记事本 然后把它贴上之后的话 编辑取代一个变两个 全部取代 然后呢再把它复制一下 贴过来到哪里呢 到这个程式这边的位置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来改第二个地方 哪个地方呢 i的部分 一个 两个 三个 所以如果你不能理解i怎么放 你就是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end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个i就可以了 然后空格 这样子 对 复制贴贴 这样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大概以后都会有一个标准化流程 那第一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两个按钮完成 那再来的话 再来就是试了 如果你试执行它的话 没错 那表示应该就ok了 所以我把这边把它移到这边来 如果H来好像 这可以再缩小一点 我移到右边好 这样看会比较ok 把它移到这边来 然后执行的话呢 我建议是看得到的 就是不要挡住就可以了 然后先清除 清除的话就执行清掉了 出入 ok 这边没有问题 那再来的话 这两个ok了 再来就这两个 再来的话 成击 所以其实拿这个公式复制过来 那因为它的sib名称叫成击 所以写这样 可是呢 后面我应该怎么样判断 这就关键了 所以后面我刚才先把那个公式清掉了 那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 当然有几种可能 就是我如果今天输入合格 假设这样 如果执行的话 全部都合格 ok 我真的很喜欢当好人 每个人都给你很高分嘛 可是问题来了 每个人都合格 每个人都很高分 那到底谁不努力 对不努力的也合格 努力的也合格 那谁要努力啊 对以后大家都混就好了嘛 所以哦 要怎么样分辨出 谁是努力的 谁是不努力的 其实也是很花时间 所以我常常说 那你们这个课 因为是你们自己要来上课的 那有些人是 那大学生嘛 那我就要怎么样 我随时要记得 这个人到底上课认不认真 我那边上课 它还记得你这个谁 其实很累 所以我后来就跟他们讲 一个规则 我说上课的时候 你如果我越近的 我越记得你的 我分数给你打越高 那如果越远的话 分数打越低 所以后来他们都全部做 都离我很近 过这样 不容易 因为我要有什么 就要想一个方法 越简单 我要判断说你越认真 我给你越高分 所以你会发现全部都合格 但怎么样知道不合格 中间要做一个筛选 所以关键地方来 如何在4回圈里面 一般习惯是按个TAB 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会有一个标准 所以刚刚我们有写了一个类似的151里面 所以写的方法是针对哪个储存格 所以写法是if 所以if写在空一格 如果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哪一栏 所以其实就sales 哪一列呢 因为都固定是i列 同一列 逗点 哪一栏呢 1栏 如果这个里面的成绩 如果是大于等于60的话 空一格 打一个then 然后 一般是enter两下 会打一个反之 反之就这个 else 再enter两下 打一个end if 我刚刚打的这个叙述就是它的结构 它的基本结构就长这样 特别最好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的 以后逻辑就是写成这样 最好是标准化动作 我最怕你们打错了 所以我自己也是很怕打错 因为我以前刚开始我都常常打完之后忘了加end if 那程式就出错了 反正你就结构记起来啦 以后就这样套用就可以了 那再来呢 如果 假如它大于等于60 底下这个地方就是它要做什么 所以一般习惯按个tape tape就它的后面要做什么 就是把这一行搬到这边来就好了 它大于等于60 它才是合格的哦 那反之 反之就else下面 按个tape键 就把这一行再复制贴过来 它就是不合格 所以这边都要打一个bo ok 好 那底下这个会多一个空白行 我把它delete掉 好 程式就写完了 主要是在for回圈里面一个范围呢 做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它有没有大于60 如果有就做合格输出 没有就输出不合格 ok 所以其实很重要 因为以后很多程式就是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转型 所以以后反正你看到你要做的事情范围从哪边到哪边 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输出到另外一个储存格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全部都合格 那如果我写完都按执行 有没有 这个时候的话 那就会有不合格的部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试着写写看 这是第三按钮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成绩多重 诶我如果要把这边有没有 把它改成合格 其实如果要把它改成多重的话 当然你们可以思考看看 这边是大一堆80 输出A嘛 那反思的话就是剩下来 就是低 那你要执行的话会不会成功呢 诶 会成功 但是 除了A之外其他都低了 那不对啊 我现在哦 我还有B C怎么办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还有别的判断条件的话 记得哦 可以从 两重去变化 那变化有一个固定的 一个规则哦 不难记哦 一 请你把一幅的这两行复制一下 再贴到底下去 二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分数改做到 70 把这个改做到 对 但问题来了 还有最后的地方 虽然你贴上没有问题 但是一个逻辑判断里面不能有 两个一幅 所以呢 如果第二个一幅 请你在前面哦 多加一个叙述 叫做 AO C 贴 这样就好了 OK 差别在这里而已哦 好 那我们这样执行的话呢 你会发现哦 B有没有出来 哎 B出来了 那C呢 C很简单 如果 应该猜也可以猜得出来 就把这两行怎么样 还对着复制 然后贴到下面去 贴个到前面贴上 然后呢 这边改 60 对哦 这边改 改C 哎 这样的话呢 就大公告 不过这个啊 多重 再改一遍 不过我刚刚 没关系好 下一次记得吧 原来的先复制贴到比较来改 不然的话原来不见了 没关系好 仔细一下 就写成这样子 就大公告成了 应该不复杂啦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哦 第一个啊 我刚刚写的东西啊 如果你一下子 怕记不太起来的话 逻辑 在哪里呢 在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逻辑函数 好 云端白板里面在这里 逻辑函数的程式嘛 我刚刚写的那几段哦 也会在上面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看 这个是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在这里 就这个 第四段呢 就多重 OK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特别注意哦 因为在一个程序里面 其实说真的啊 最常被用到的 就不外乎就是回圈 重复做 因为我们一定是一个范围 要VBA帮我们去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 第二个重要的就是 那个逻辑的判断 这个范围里面 你帮我做什么事情 做完之后 放在哪一个栏 输出到哪一个栏 所以一般会怎么 从判断条件一起 从1栏 然后判断完的结果 放在h栏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类似的应用 其实还蛮广泛的 蛮多地方 其实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把它完成 这个就是用VBA 来撰写一个多重的逻辑判断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